多之处新闻播报 近日,加航突然增加了直飞上海的航班 总航班数较之前翻了一倍 终于让不少想要回国的华人看到了希望 根据加航官网的预定系统显示 加航又增加了两趟直飞往返中国的航班 由原来的每周两班变成四班 分别是温哥华飞上海 每周二、周五各一班 多伦多飞上海 每周四周日各一班 加上中国航空公司的六条航线 现在总计共有十条航线供大家选择 同时,安省的疫情也在迎来改善 病例数明显下降 本周一报告1446例 今天报告仅1039例 这是今年三月初第三波疫情以来的最低数字 目前已经步入五月底 很多学校也开始确认了九月返校日期 例如华铁卢大学、多伦多大学、约克大学等 都确认了大概率九月会返校 其他很多学校对复学的态度也很乐观 而且都已经开始着手准备 原创不易,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